嗨大家好 新闻就算说完了 但是这次这个新闻 引出一个题目 我可能以前说过 也可能没说过 我这次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什么是理想的中美关系 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大国 什么是理想的中美关系 或者说 如果把美国作为西方的代表的话 或者说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代表的话 当然了 说这个文明的冲突 不就说中国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 那么基督教文明的代表 现在就是美国了 那么什么是中国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正常的关系 什么是正常关系 那么这次呢 这个中美这个会谈呢 就把这个东西事情挑明了 就是中美关系 或者说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或者说中国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关系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正常的这个 这个状态 或者说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就会持续很长时间了 以前呢 是这个西方 或者说基督教文明 如果是看具体的国家的话呢 要不然是英国 要不是法国 要不是这个美国 压着中国打 所以那些东西的时候都不是这个正常的这个这个状态 现在呢进入正常状态了 怎么显示出来进入正常状态呢 我现在这个新枪还是有点爱不释手 今天去打了一下 首先要要要要要要要这个这个检查一下这个枪是安全的啊 把这个弹匣先撤了 弹匣撤了之后呢 这个蛋糖吧 这个也是空的 有说明是安全的 啊 然后这个空弹匣是装进去 有弹匣以后呢 你这个一拉呢 他没子弹的话 他就会挡住就可以 可以弹弦就把这个强堂挡住了 有弹弦没弹弦的时候他就会回去 弹弦在里边提到还提到这么个作用 那么 这次这个在阿拉斯加这次中美会谈呢 就把这件事情挑明了 其实呢在这个 在这个去年啊 这个杨洁篪的和这个 蓬佩奥的这个在夏威夷的会谈中间呢 就已经挑明了 只不过呢 那个会谈呢 就没有多少公开的信息 中国人没有说了 那么美国人也没说 中国人没说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了 这个中国人这个这个这个形式的这个风格就是这样的 就不那么扎扎乎乎的吧 不那么 不那么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闹得这个沸沸扬扬 全世界都知道 美国没说呢 那那那那不用讲了 那很明显是没有什么斩获吗 就就就就就没得分吧 或者说觉得这个觉得这个这个这个 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哈 至少 关键问题是啥呢 关键问题是谁跟杨洁篪谈的话 上一次是蓬佩奥 蓬佩奥虽然也是国务卿 这个这个从职务来讲呢 也是属于外交部长这样的职务 但是呢 他是中央情报局长 曾经是啊 所以他的这个保密级别 在美国是最高的 比这个总统的保密级格都高 因为总统是一个公职人员 美国人要想干一些事情的话 是有些事情是不告诉总统的 总统也是属于这个需要知道的时候才知道 用英文话说就是就是on the need to know basis 比如说要去暗杀个谁 比如说要去搞一些这个这个这个化学战生物战诸如此类这种事 这个这个我猜啊根本总这个美国总统都不用跟总统说 他们他们会有另外的另外的这个这个这个程序来来来进行这件事情 所以呢 像像这个拜登这帮人 还有他的这个外交这个团队 他们这些人 这个这个这个啊 又用上这个他们这些人资格都不够 很有可能他们连这个杨洁篪和这个蓬佩奥的这个 这个谈话的这个这个记录啊 他们都没资格看 我猜那里头都讨论了这个这个这个生物战 病毒 这一类的事情 然后然后这个这个 蓬佩奥不用说了 那中央情报局长那是什么什么什么无所禁忌的啊 我们偷我们抢我们杀我们我们烧我们我们我们之大之大 是无所禁忌的 这个 川普总统呢那那那也是 也可以说是无所禁忌吧 至少不按常理出牌啊 他们弄完了之后呢 就把中美关系呢给搞到这个搞到新疆市这个种族灭绝这个水平了 这个其实就正常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他们在其他地方 没有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可以说用用用我们当年这个当年一个这个这个一个电影啊 这个地道战的这个话说就是敌人的招数使完了 那么 那么 就进入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 但是呢 拜登这帮人呢 他们这帮人级别比较低 他们有可能啥呢 蓬佩奥和杨洁篪的这个会谈的记录 他们没有看到 中美之间竞争 从化学到生物到核到所有的这方面面的竞争 竞争到了什么程度 双方的这个实力是如何 他们 最多是只有一个感觉 他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他们又缺乏自知之明 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完全不知道中美竞争到了一个什么水平 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达到了一个什么结果 也就是说 不知道这个杨洁篪和蓬佩奥去年在这个 夏威夷的这个谈判的这个 到底说了些啥 那么 这一次呢 他们就是完全是这个 这个 乱碰乱撞了 就就就就就就产生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 那么什么是美国和中国的正常关系呢 这个这个你如果是看我们 中国的这个一些一些传统的东西的话 你也能这个有所感觉啊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叫 道不同不相为谋 就说什么呢 就说就是大人物啊 相相互之间 有很多差别啊 其中一个差别就是就是道不同 那么中国的和西方的也有一个差别 那就是用这个文明冲突的话说呢 就是不同的文明 也可以说是不同的宗教 也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识形态 也可以说是不同的价值观 无论如何是如何吧 就说他除了这个柴米油盐 除了真金白银 还有这个道的不同 用简单的说法吧 除了实的方面的 也就是说实际利益 比如说领土 比如说真金白银 除了这方面的不同 还有呢 虚的方面的不同 可以说成是精神 可以说成是宗教 可以说成是这个 意识形态 这个总之吧 就是说中美竞争呢 或者中国和西方竞争呢 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实的 一方面是虚的 那么两方面都要竞争 而且是必须要竞争 这个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当年那个当年毛主席和苏联 成天跟苏联那争 谁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为什么 就是毛主席很清楚这点 中国跟苏联这种大国啊 不可以 只有这个实际利益的 这个竞争 同时也必须要有 政治利益 或者说意识形态 或者说精神方面 或者说虚的方面的竞争 也必须要用 就是实的和虚的 两方面竞争都要用 没有也要把它制造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你想啊 这个哦 对了 这个中国还有一句话 叫做 君子之交带入水吗 为什么说君子之交带入水呢 那就是君子之交呢 他不去搞这个 这个物质这方面的竞争了 物质这方面的利益 真金白银 这个他就不搞了 他只搞虚的这方面的竞争 实的这方面的关系 他就不搞了 就只搞虚的这方面的关系 所以君子之交就 就就就淡入水 那么大国呢 你实的关系也得搞 虚的关系也得搞 或者说实的方面的竞争 经济方面的竞争要搞 这个意识形态 政治的 经宗教的 这方面的竞争也要搞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 也跟他玩这个新疆 一个道理了 没有必要把这个问题 给给搞没了 或者说玩死了 没有必要 大家继续往下玩 不管他真的假的 他是一个虚的方面的竞争 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出来 为什么苏联跟这个 跟这个苏联垮了台 或者怎么着 或者说美国 或者西方抓着这个俄国 死活不放手 一方面的原因 当然了 是这个地缘的关系 还有一方面原因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俄国呀 和和西方啊 他没有虚的方面的竞争了 你看啊 都是基督教 都是资本主义 还都是选举 都是民主 虚的方面全一样了 当你虚的方面全一样了以后 虚的方面的竞争没有了 那么你剩下的是啥呀 剩下的就是真面金白银了呀 就是实际利益的竞争了 那还不就说 只能是红嘴白牙了 只能是红刀子进去 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了 只能是这样了 所以说 中国和美国正常的关系 中国和西方正常的关系 这个大家以后可以 可以可以慢慢看啊 要维持这个 意识形态 或者说虚的 或者说精神方面的 或者说宗教方面的 诸如此类吧 就是说 非经济的哈 非物质的 这个差别 要维持住 这方面要竞争 没事找事也要竞争 这个这个这个 有没有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种族灭绝 也要说种族灭绝 然后呢 经济的 实际的 真金白银的 这方面竞争 当然也要有 就好比阴阳啊 实和虚啊 两方面竞争 都要有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不 这个关系啊 就是实和虚的 就都有了 实的方面有竞争 虚的方面有竞争 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才会 这个这个办起事情来 这个行为起来 行动起来 才会像个人 否则的话 两个人之间 如果只是 利益关系 只是 真金白银的关系 那那大家就就就 就会就会成动 你们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现在的中美关系啊 是个 是个正常的关系啊 所以 所以这个 所以 所以这个 我们生活在一个 很好的时代啊 好嘞好嘞 我好嘞好嘞